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在会幕中使用的香是如何制造的 你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仁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主播圣经》将出席出埃子记的第30章 34到38节,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取新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斯洗列,洗列比拿 这新香的香料和浸炉香 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照做香之法 做成清净圣洁的香 这香要取点道德几细,放在会幕内,罚柜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 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们不可按照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 要以这香为圣,归于合法 凡做香和这香一样 为要闻香味的,这能要从明中检出 那么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讨论了圣高油的制作的方法以及用途 那么我们就发现上帝对于他们的成分是什么 以及每一种成分的比例都指示得非常的具体 因为这种油将会被原来是会幕,圣物以及祭祀成圣 如果不遵守上帝所吩咐的,那就是不圣洁的 这对我们的今天也是一种教训 那么在今天的学习是如何制造 在本章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在香糖上使用的香 那么这种的香是有三种的香料制成的 那他佛,这应该是一种从树上上发出来 像树枝的香料 但是我们很难确定的到底是什么 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落叶的桥木 第二种是丝洗叠 那么它同那他佛一样,这个成分也是比较难确定的 那么有人认为它是生活在海中的某一种带壳的动物 可以用作香水 那么第三种的香料是 希利比纳 应该是一种波斯植物中产生的芳香胶 虽然说我们可能不能够去确定这些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是知道了 因此他们可以去专从上帝的指示 这三种的香料与卤香混合 卤香也是一种重要的芳香塑胶之一 用作珍贵的香水 那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除了在高油中提到的墨药以外 卤香也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 是有的另外一个理由 它与高油不同的是 在高油中每种成分的比例是不相同 但是自香的成分是比例相同的 那么我们没有得到要制造多少的量 只是说表明这里的成分 它所要的比例是相同的 因此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应该是可以有所审则 去确定制作能量 那么这个香应该是有一个 知道如何正确制作能量来造的 然后取一些这些香要导得很细 可以提供在香糖上食用 每天要两次在祭糖上提供这香 因此这种香的生产需要保持不间断 那么就像高油一样 人们不可按照这种的成分 自己去制作香 因为这种香在耶稣面前是自胜的 因为当这些香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显然会产生一些令人愉悦的香气 因此可能有人就会想 为自己也去制作一些 但是这些是其实不允许这样子做的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说 没有其他的香可以供他们使用 只是不要使用这种的成分 因为如果有人要这样做 他们将会被从民众当中检除 上帝认为圣所和其中的一切都是圣洁的 他要在那里会见以色列人 因此以色列的子民 不要在自己的家中效法圣所 那么本章总结了我们对出埃及记中圣所的建造 当这些项目都实际完成的时候 我们将会在本书的后面部分 还会对这些内容进行回顾 那么在第31章当中将为我们记录的 在这个40个论论页页上帝赐给摩西的最后的一些话语 因此我们希望你能够继续接着收听 好 今天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下一周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